司藤小姐这法子 根本就行不通 简直就是大军未动 粮草发霉 现在白鹰 连半个鬼影都没见到 我穿高跟鞋穿得 我半条命都没了 快快快 扶你师父 慢点 慢点 现在连我师父都被撞了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可怎么交代 这事怪得着司藤小姐吗 明明是意外好不好 意外罪魁祸首也是她 呦 呦 呦 你大点声 你上后院喊去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告诉 司藤小姐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的 都拐成百八字了 我懒得跟你说 拿药去 难道这就是七星石盘 你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拿了我师父的东西 想什么呢 操点师父的心吧 赶紧上药 把妆抹了 瞅死了 就不抹丑瞎你 小小的王乾坤 司藤小姐 石盘到了 那我就得罪了啊 这 这不如您胳膊腿吧 不能 不能 一天到晚跟我记记歪歪的 这么好的东西就不给你看了 我先自己长长见识 秦芳 你这么躺着也好 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 怪吓人呢 白鹰就要来了 你放心 司藤小姐和我们 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还有 你失灵了吗 老指的琴放干吗 指着外边倒对 白鹰就在外边的 可具体在哪儿 你也说不清我们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忽然闯下来了 你在藏着吗 藏着吗 你是不是偷了我师父的东西 你胡说 你明明就是在藏东西 找找找找找 你居然偷我师父的东西 七成石盘 什么意思 别说事 你师父在哪儿 一直在客厅躺着呀 跟我来 不许是 那我师父就是白鹰 难怪那个保安医口咬定 你师父是自己 往人车上闯的 坤 我问问你 你师父醒来过没有 没有 一直都没睁开眼 没有 那就好办了 坤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白鹰进屋了 但是咱们先别慌 坤 你把那手机借给我 像素膏 我出去一趟 你就待在这个屋里 把门滚死了 好 好 千万不能让你师父看见你 好 不能让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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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会长 您醒了 老会长 您没事吧 思腾小姐在哪儿 思腾 他 他 他在秦范的房间照顾秦范呢 会长 您不是让我 帮您找个东西吗 我找着来您看看 找什么东西 就这个呀 您忘了 我给您放大 老会长 您 没事吧 那您先歇着 我去找思腾小姐 看看能不能请她出来 思腾小姐 我进来啦 白鹰到底是变成了我师父 还是害了我师父 这个不好说呀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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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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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思腾小姐的计划是这样的 对不起 首先 她用幻术困住了白鹰 这样在白鹰眼里 你就是死的 而白鹰也想搞个突然袭击 于是幻化成了你师父 本想要瞒天过海 实际上是为思腾小姐将计就计 事到如今 那我配合一下 我假装成一个 对一切都毫无察觉的思腾 等白鹰掉一清新以后 一定会悍然出手 这个时候 她航了木栈 黄圈在后 思腾小姐忽然出现 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希望思腾小姐动作能够快 在白鹰对付我的手机时出现 你要知道 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万一迟了一两秒 我就可以 双眼一闭 两段一瞪了 果然这个你放心 思腾小姐出手 想来很快 我只是担心 手机拍出来的眼睛 能达到效果吗 万一不成呢 事到如今 真能听天由命吗 我是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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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德小姐姐 我是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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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吧 我是斯德 我是斯德 我老是